審訊會用中文進行 挑選陪審員的程序, 現在開始 9號, 范逸昇 法官閣下, 我反對 辯方大律師反對, 你可以坐下 根據我的統計 女的比較有同理心, 對我們有利 所以, 男的外出 19號, 麥婉儀 4號, 周子芬 師父, 他們肯定是想選女的為主 我們要不要? 要的是有力的證據 還有有力的論點 這兩人我們都有齊 他們耍什麼花椒, 不用管 陪審員挑選完成 本日下午兩點, 正式開庭 開 不用讓我, 范逸 在庭裡一定不會 現在簽了, 後兵應該適合 待會進去, 到你大開拾間 證人, 請問你今天穿了甚麼顏色的襪子 我問你今天穿了甚麼顏色的襪子 不准看, 馬上閉 一時間忘記了 是深藍色 麻煩你走出來, 讓大家看看 謝謝你, 你可以坐下 證人連自己今天穿了甚麼顏色的襪子 都不記得 但就記得很清楚 幾個月前其他人說過的話 而最令人疑惑的是 剛才主控一再強調 我當事人是先入為主地認定 死者傷害他女朋友 所以報復殺人 各位陪審員 我當事人的女朋友 就是辯方律師席上的田佑嘉律師 她精神逆逆, 無穿無欄地坐在那裡 看她受傷的女友 但是足足花了41分鐘才開車走 回家之前, 又去了洗衣店 除了她當日穿的西裝外套乾洗 在這一連串這麼可疑的行為 令證人鎖定了被告 就是犯人, 正不正確? 正確 根據法醫報告 死者曾經吸食過可卡因 有機會減弱防衛能力 而死者頭部左上方的致命傷 顱骨粒陷碎裂 是由鈍氣重擊多次造成 推斷所需的力度 兇手應該是男性 還有, 在死者指甲逢中 找到的衣物纖維化驗結果 證實和被告當日穿的西裝外套 纖維吻合 法官閣下, 各位陪審團 證物P11就是化驗報告 雖然辯方有一大堆答辯理由 但是總結來說 只有兩個字, 考核 被告知道會所的CCTV失靈 中途離場, 是考核1 被告不見了車時 上回會所的天台找, 是考核2 被告不走正門, 走後樓梯 因為貪近, 考核3 撞到死者, 發生爭執 是考核4 夜晚去洗衣服 除了自己身上的西裝外套乾洗 然後才回家 是考核5 1個, 2個就是可以考核 但是總共有5個那麼多 就絕對不是考核 這些確實證明 有人蓄意謀殺的環境證據 本案和當年夏伯黎謀殺案 情況非常相似 沒有空氣, 沒有目擊證人 但是就有極具說服力的環境證據 證明犯人的行兇動機 還有, 本案被告 從事法律工作17年 熟悉法律, 經驗豐富 我們有理由懷疑被告 利用他的專業 掩蓋行兇殺人的事實 企圖將謀殺罪名 推得一乾二正